其實你要明白一件事 今天美國通脹的成因 不是一個consumption-led的inflation 以前人們花了多了錢 money velocity 升了 再加上QE印了那麼多錢 令到inflation出 那你問為什麼 QE了十幾年都不見inflation 是這幾年才見呢 兩大理由 第一 特朗普對中國的關稅 你打我20% 有多少是中國出口企業給的 沒有 接近沒有 我是五間上市公司的同事 其中一間我們賣很多東西去美國 那我們的客人就跟我說 你跟我揹些關稅 我賺你幾個% 揹得多少 過著吧 我寧願不做你生意 那他離開了一輪 轉彎我一輪 轉頭他就說 全世界我有25個供應 我剩下四個 你是其中一個 你跟我揹些關稅 我都不行 我已經是produce at the most efficient 的水平 再給我多些單 我都是這樣的 unit cost 跌不到了 其實中國已經是 我們之所以這麼comparative 因為譬如在東莞 我旁邊左右全部都是供應商 由螺絲到鏡頭 到什麼差事都是 都在那裡來的了 去到越南就不是這樣的 為了被你去關稅 我去到越南 我又要回去東莞買這些東西 那些船費 車費怎麼算 算不到 那變成 in a nutshell 其實很大部分 我看那個article是92% 的import tariff 是paid by American importers and consumers 這就是inflation 再加上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 你令到物流價 食物價 能源價 飆升 我不覺得聯儲局加多多少次息 俄羅斯會不打仗 你加多多少次息 關稅會跌 你一定是政治層面要解決 所以 如果你問我的base case macro base case 2024年是一個year of stagflation 高通脹低增長 甚至有些經濟會被推進去衰退 因為加上息之後 通脹都不下 因為剛才那兩個理由 關稅與俄會戰爭 即地緣政治風險 政治上的取態 現在 你見到美國人寧願 為了殺敵1000 自選900 都可以 我覺得 直到他的想法變 你剛才提到總車 其實衛小利會不會是好些呢 即衛來、小鵬、地上 他們其實量很小 大就只有BYD 其實量幾萬人價 有什麼意義 他在可見將來賺不到錢 如果你加上關稅更加沒有希望 我不會看這些 另外想問 剛才你說過美國加息 你覺得今年還是加息 因為有很多人說 加上這次息就沒有了 接下來就開始減息 你怎麼看這個息 我的基礎是 可能加多兩次息 但息會是 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沒有下調的空間 就是Definition of Deflation 就是你現在高通脹低增長的環境 我的Base Case是這樣 2024 那是痛苦的 痛苦的 因為很多人講股 就很難認識 很多人都轉去買微股 你又沒有 我沒有 沒有 我第一不熟 第二不覺得它便宜 我覺得 大部分人都是炒動力的 你去買Apple 買Tesla 買Navidia 這些所謂的七隻 它們Meta 它喜歡因為它波幅夠大 不是因為它夠便宜 我買東西要買便宜 我睡得著球業 我不是賭錢 賭錢我個個都不行 我不用買股票 那你說香港政府經常做錯事 現在應該不做錯事 大灣區 國內要大灣區 我們就跟著大灣區 大灣區有沒有用 一個長遠有用的 長遠是有用的 這個始終是一個 有深度有闊度的市場 但是救不到近貨 今天都幾水深火熱 很多人在香港 你看物業投資市場 已經看到了 我看不到有什麼 寧丹妙藥 可以在短期震奮 除了中美 忽然間好快 我看打仗是不會的 打仗是不會的 很多人都覺得 中美中紀一戰 我覺得是不會的 很坦白說 第一 美國從來沒有打贏過中國 韓戰和我打和越戰 他打輸 第二 打仗太煩本了 兩個這麼大的國家 你知道 沒有可能征服我 我知道 沒有可能征服你 結論是什麼 就是大家死幾百萬人 不是說要埋台傾 死完人才埋台傾 為什麼現在不埋台傾 為什麼要死人 死人是票房毒藥 美國政府換了幾次 死幾百萬人 這個不像 是一個 一個 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utcome 我不相信他會蠢 中國不是伊拉克 不是花能群島 不是可以打我兩下 我就聽你說 不是這樣 他也沒有這麼蠢 他打台灣 我相信 unless 就是他的紅線畫了 unless 就說 我下一期 全民投票宣佈獨立 那你 我局我打你 但是他又沒有這麼蠢 自殺什麼 那些二千幾萬人